从出口管制到辅导合肺水 东京奥运会能否成为恢复阻塞多年的 韩日关系的一阵强心计 大家好 我是没有泡菜 吃饭不下能小心 今天距离东京奥运会的开幕 还剩下正好两周的时间 那么无论是在日本各地 还是在全球各国 都在为东京奥运会的准备 做着最后的冲刺 目前我们东方卫视 祝东京的记者宋看看 也正在东京当地 等待迎接并体验一场孤独的奥运会 那么与此同时 作为距离日本最近的邻国之一 韩国对于东京奥运会的态度 却出现了多轮争议与波折 其中最近的争议便是围绕着 韩日目前存在领土争端的 独岛日本称主岛的争端 韩国民间团体就曾发现 东京奥运会官网的地图中 将这座岛屿标为日本领土 那么这也引发了 韩国方面的一个强烈的反弹 当时韩国方面抗议的要点之一 便是国际奥组委规定 严格禁止奥运赛事中夹杂政治因素 因此韩国曾在奥运会悬挂的半岛层上 曾因标注这座岛屿 而被国际奥组委警告 而为何国际奥组委对待日本 却是双标 不过国际奥组委方面 对于韩方的抗议未做反应 仅回应称 此事应当与东京奥组委直接联系 这也引发韩国社会的强烈反弹 包括韩国前任总理省长在内的高级官员 以及众多的韩国舆论 都出现了抵制东京奥运会的声音 与此同时福岛核废水的排放 联系上10年前福岛核电站的影响事故 以及福岛县将承担东京奥运会的部分赛事 这样的事实 也使韩国各界对于核服势的担忧加剧 日本方面也表示 将在东京奥运会的选手村饮食中 部分采用福岛等东北地区生产的农产品 那么作为刚烈的韩国人 自然这是不能忍的 毕竟2018年的时候 韩国民众就曾仅仅是因为 参展的部分品牌的工厂位于东北部地区 而迫使首尔城东区政府停办 日本驻韩使馆在辖区内策划的影视文化节 那么韩国方面对此也表示 将在选手村附近专门架设 专攻韩国运动员的餐厅 并将从韩国将包括泡菜汤饭在内的韩国饮食 直接运抵东京进行使用 那么尤其今年4月份 由于朝鲜宣布因疫情防控等原因 放弃参加东京奥运会 因而当时也有一些希望 朝韩携手参加奥运会 以此作为半岛和平的重要转接的韩方认识 感到失望 因此又出现了一些 对于东京奥运会的消极言论 因而根据当时韩国国内的民调显示 有近六成的韩国民众认为 无论是否该抵制东京奥运会 但至少抵制东京奥运会 本身是值得被理解的 那么究其深处 这也是自2019年 日本方面宣布对韩国停工生产 芯片等支柱产业所需的一些材料 其背后也体现了 韩人两国在产业方面 存在着从合作向高度进和转折的过程 以及在之前 韩国与日本围绕危安妇等问题 引发的争议不无关联 当时韩国总统文在义更是表态称 我们将永远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强压 当然从目前来看 韩国大韩体育会方面已经组织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人选 同时也发布了获得10个金牌 进入金牌榜前10的目标 且韩国目前认为运动员的汗水不应该被政治化的声音 也可以说是更占据上风 不过值得完美的是 就在有日本媒体报道称 韩国总统文在寅谋求在东京奥运会期间访日的新闻前后 韩国三星电子宣布针对高纯度腐化氢 成功进行国产化研发 而关联公司三星SDI也将就高纯度光刻胶 进行国产化的生产研究 另外中国外交部也多次表态 希望实现中日韩三国的团结合作 有媒体更是打出标题称 中国正在成为实现东亚三国合作的联合计 与此同时韩国国内也有不少有时指示 希望借助于平昌冬奥会 东京奥运会及北京冬奥会三场赛事 打造成连接中日韩三国青年文化人的交流平台 中国、韩国、日本、日本的年轻人 其实我们在平昌、東京、北京奥运会 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期望东京奥运会能够成为团结东亚三国的良好奇迹 并为即将迎来的北京冬奥会奠定良好的社会氛围以及文化交流的基础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也大家欢迎登陆看看新闻 关注东方卫视出日本记者 送看看从日本东京发来的东京奥运会孤独倒计时专题 领略最真实的东京及奥运风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